走进看似普通的商办大楼里 藏着一间完整厨房 共享厨房又被称为是幽灵餐厅 在国外相当流行 店内没有客人全部采用外送 跟一般开店相比成本不到十分之一 成为新创业和小型餐饮业者的最夯选择 这股风潮现在吹进台湾 但台北市第一个大型共享厨房都还没完工 已经争议连环保 强调类似美食街概念 行业类别成为各方争执焦点 因为现场虽然有设置座位 但却只占六分之一 业者登记是一般餐厅 但是依法外送则属于其他餐厅业 只是厨房的比例远大过于座位区 住户则认为应该算是中央厨房 室内装修图里面显然相当的 它的厨房的数量跟它的炉具的数量 与它现场的那个座位区的比例 是显不相当的 所以这一块其实是有意义的 我们要看它的实质 而不是看它的表面 它实质就是一个食物制造的工厂 事实上应该在工业区 实际查询大楼属于商业和住宅区 住户主张不得设置中央厨房 共享餐厅掉进法规灰色地带 也影响公安 根据消防安全设置标准 餐厅属于甲类场所 得有灭火器 自动洒水 自动警报 瓦斯漏气警报 排烟设备等等 各类场所消防安全设备设置标准 但是它就会有面积大或小 或者是它的一些楼层 楼层属性等等 它检讨应设置的设备的这个部分 没清楚界定行业类别 首当其冲的就是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是否开放投资 配套却只做一半 过时的法律不尽快赶上新兴商业模式 业者悠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地带 民众只能自立救济 才能避免活在危险当中 怀孕新闻张家宝张哲豪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